心灵暖流 鬼谷子解密 五合树 人生关键是选择 还是努力 有一句话说 人生如棋局 前途充满着各种交错的选择 然而 在这几千年前的古代 一位智者曾提出了一种最诡异 最阴险的谋术 那就是五合树 鬼谷子一个名字 充满神秘感他的这项谋略 注实让人深思 究竟在人生路上 是选择决定命运 还是努力才是关键 让我们一同探索这个 令人着迷的问题 请记得帮忙订阅 按赞及分享 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 及分享更精彩 有内涵的文章 谢谢 一 千载难逢的奇谋 人生犹如其局 每个决定都可能影响 我们前进的方向 塑造我们的命运 在这个充满选择的世界中 我们经常陷入 犹豫不决的迷宫 为了不同的选项 忐忑不安 但在古代 一位智者的思想 却为我们开拓了一条 全新的思考之路 那就是五合树 这种谋略如同一盏明灯 为我们指点前进的方向 探索人生中的抉择之谜 鬼谷子 这个名字充满着神秘与智慧 他提出的五合树 更是令人惊叹 这奇特的谋略背后 蕴含着换位思考的智慧 如同鬼谷子自己所言 义者无惑 或者不义 五合树的核心概念 是透过理解对方的心理 掌握他人的思维 进而在交流互动中 获得主动权 这种思维方式 如同一种心灵的锻炼 需要我们在细微之处 洞察人心 以获取意想不到的优势 就像在下棋时 我们不仅要思考自己的这法 还要预测对方的走法 从而掌握局势 这种谋略不仅需要智慧 更需要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以及对处境的全面理解 举例来说 想象你正在一个商业谈判中 对方似乎经常改变立场 让你摸不住头绪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运用五盒数换位思考 想象自己是对方 理解他们的需求和心理 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获得谈判的主动权 这种策略的神奇之处 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技巧 更是一种能够让你深入了解他人的方式 从而建立更稳固的人际关系 然而 这种五盒数究竟是人生道路上的利剑 还是危险的陷阱呢 我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 是否应该以此为指导原则 这也引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人生的道路上 究竟是选择抉择命运 还是努力创造命运 这是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 深入探讨的议题 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 选择就像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星星 然而 鬼谷子的五盒数告诉我们 选择并不是盲目的 它需要我们融入他人的思维 以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待 就像是下棋 我们需要不断地揣摩对方的心意 才能在棋局中获得优势 这种思维方式 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 同样具有深远影响 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 营造和谐的交往氛围 然而 我们不能止住眼于选择这一方面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努力 在后续章节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选择和努力之间的关系 解析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 正如鬼谷子的智慧 它的五盒数是我们人生旅途上的一面明镜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抉择的真谛 让我们一同探索 究竟在人生的交错路口 是选择指引我们的方向 还是努力塑造我们的未来 让我们铿锵有力地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探求人生的奥秘 二 选择与努力两难之间 人生 常常是一场选择的盛宴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经常需要做出各种决定 这些决定不仅关乎我们的个人发展 更可能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未来 然而 当我们面对众多选项时 我们是否应该把更多的赌注压在选择上 或是将重点放在努力上 这是一个常常令人困惑的问题 鬼谷子的五盒数或许是一个机制的策略 但它是否能够真正解决我们人生中的两难抉择 在我们不断思考选择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忽略努力的重要性 人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不论我们选择了怎样的方向 如果缺乏付出和努力 最终都难以达到成功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 选择只是一瞬努力却是一辈子 选择或许能够指引我们的前进方向 但只有努力能够让我们真正实现这些选择 想象一位正在考虑自己未来职业的年轻人 他可能在多个行业之间徘徊 不知道应该选择哪条道路 这时他或许可以运用鬼谷子的思想 换位思考 理解每个选择的优势和缺陷 但最终 无论他选择了哪条路 如果不付出努力 不学习 不进步 那么即使选对了方向 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成果 我们不能只依赖选择 而忽略了努力的重要性 然而 这并不是说选择不重要 我们的人生中 选择确实是决定性的一环 选择能够引导我们的命运 让我们朝着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前进 但我们也要明白 选择并不是唯一的关键 当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遭遇困难时 正是努力成为了我们坚持前进的动力 就像是攀登高山 选择了攀登的路线固然重要 但真正让我们登顶的 是我们的每一步努力 或许 我们可以从佛家的智慧中得到一些启示 佛家说 选择是因 努力是果 这句话告诉我们 我们的选择将影响我们未来的结果 但这些结果需要我们通过不懈的努力 才能够实现 就像是种下种子 需要耕耘浇灌 才能长成茁壮的树木 选择只是种下的第一步努力 则是我们将种子培养成树的过程 因此在选择与努力之间 我们不应该将它们看作是对立的关系 选择指引方向 努力创造未来 我们需要在抉择的过程中保持清醒 同时在努力的道路上坚持不懈 正如鬼谷子的五合树需要换位思考一样 我们也应该换位思考 理解选择和努力之间的关联 在我们不断地探索人生的道路时 让我们将选择和努力有机地结合 走出一条独特的人生轨迹 在这个充满选择和努力的世界里 我们深入探索了 鬼谷子最诡异 最阴险的某树五合树 以及选择与努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们发现 选择和努力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互相交织 相辅相成的两个面向 共同构成我们人生旅途的精彩篇章 选择如同指南针为我们人生的方向 指引着光明的前途 然而这个选择需要我们在思考时 充分理解各种因素 并采取换位思考的方式 如同鬼谷子的五合树一般 这样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 更全面地看待问题 从而做出更为明智的选择 然而 选择的价值在于指引 而实现这些选择的关键 则在于努力 努力是我们在选择的基础上 实现梦想的推动力 选择是因 努力是果 我们的选择只是种下的种子 而努力则是培育这些种子成长茁壮的过程 只有通过不断的付出 我们才能够让选择的种子开花结果 实现我们的理想 在选择与努力的交错中 我们或许会迷失 或许会犹豫 但我们不应该停止前进的步伐 就像攀登高山 我们或许需要经历曲折和挑战 但只要我们保持着对梦想的坚持 持续地努力 我们终将能够登上顶峰 最后 让我们将鬼谷子的智慧 融入我们的生活 选择与努力共舞 引导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 不论我们面对怎样的抉择 都让我们记住 选择是启程 努力是成长 让我们用心去选择 用行动去努力 创造出一个充满智慧和成就的人生旅程 愿我们以选择的勇气 努力地坚持 恳强有力地演绎出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 谢谢观看 请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当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